嗨 大家好 這個影片源自於我2021年10月7號 當時錄了一個podcast 叫做你知道什麼是看守狀態嗎 當時我是講我人生遇到的困境 然後看到一個影片叫做 檢舉者 那我當時就是錄的品質很差啦 然後聽了就是很雜亂武裝 所以我今天就在拍一個影片 把我當時遇到的困境跟我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融合成一個新的影片或者是podcast 那我有打好稿子 我就盡量照稿念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聊的是躺平還有看守 那我今天喔 就是在2021年10月7號的時候 聽到這個 檢舉組這個字啊 那我就上網查了有什麼躺平啊之類的 那我當時就想要一個詞叫做看守 那看守是什麼呢 看守就是一個 常在新聞上面聽到嘛 什麼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 就是一個政府 他可能經過政黨輪替 把這屆政府 做到這個任期結束後 他就要下台嘛 但是他不可能在選舉結束後 馬上捲鋪蓋 馬上離職 然後腳底抹油 酸 他還是要維持他基本的運作嘛 對不對 但他又沒有要推出一些積極且具有改革措施的政策 這個看守政府的作用就是在 新一屆政府上台之前 一個過度的概念喔 像個管理員吧 坐在那邊喔 這邊 不要出事就好了 對不對 那 我認為這個看守狀態 也適合用在 我們這個 20歲到30歲的 年輕人 就是說怎麼講 就是一個人他的人生已經停滯了 不會再做出任何重大的改變 躺平了 不再努力了 面對內捲的世界 他再也沒有任何動力 也不會再大破大力 同時也宣告著他 不願意 向上走 也不願意 冒著風險再掉下去了 那我在這個 檢舉組的影片中 聽到躺平這個詞 其實我心裡 有點痠 然後 同時也看到這節目中 在那邊主持人說 啊這躺平這個詞太難聽了 能不能換一個啊 能不能 啊感覺好像 這死人一樣的 對啊 於是我就想到這個 看守這個詞啊 但這個 我認為 躺平這個詞也不好 為什麼 躺平這個詞怎麼講 他就是一副 準備棺材 準備一副棺材 然後準備躺到裡面去 然後準備要說 對生命毫無熱忱 然後準備 自我了結那樣子 我相信啊 在當時的檢舉者心裡 他內心總有一個渴望 一個渴望 一個渴望什麼 他渴望發生改變啊 他的改變大小 可能比這個殺力還要小 他渴望創造一個新的狀態 能夠來接激他現在這個 看守的狀態 那就我而論呢 我認為啊 這個看守 這個詞更適合來 體現現在躺平的年輕人 我認為看守這個詞沒有一個 慵懶的狀態 他有一個 接續的狀態 他有一個 盼望的一個狀態 當下我聽到這個躺平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啊 這躺下就代表說 可能就沒了吧 接下來我就改說這個看守狀態 我想聊 就是這個年輕人面對這個看守狀態 講白了 其實也是我的問題啊 就是我現在也是 不敢再往上爬高 然後也怕跌倒 怕往下掉 也不是有一句俗話說嗎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在2021年 我看了一部叫做 剪居足的影片 就是在日本電視頻道裡面 有時候會播出來的影片 那內容就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或者是搜尋關鍵字 應該就有了 那這些人就有一個 共同特點就是 不善社交嘛 包含我在內 不管他是有經過 成功的人生 還是充滿挫折的人生 有父母 飛黃騰達 沒父母自己拼搏 或者是 說有人可能已經看破了 有人可能已經失望了 總而言之我認為這些人 他遇到什麼 困境 這個融入社會的推力啊 比這個拉力還要強 導致他可能 變成啃老族啊 有些人他生活環境 就像在垃圾堆一樣 有些人他一輩子 沒有工作過 沒認識多少可以相處的人 基本上這個人 已經算脫離這個世界 更有甚者 他已經失去自己能力 他要親手來幫忙打理生活 他不願意踏出家門 之類的 在我們看來他可能 是異類 包括我啊 我也是可能你們 口中的異類 但是我認為啊 像我們這類的人 其實是個正常人 他也是希望 渴望溫暖 渴望 正同 可是他找不到方法 只能歲月盡好 好好的享受人生 我認為啊 減居族不是什麼疾病 或者什麼怪癖 我們對於身邊看似不合群的人 總是給予歧視 像多元禁別認同啊 刺青啊 嗑藥的 非主流融化的人一樣 我認為給這些人 歧視就是 不對 包含 什麼最近 不是在鬧的嗎 可能 就是 性 就是那個性騷擾 對不對 可能就是因為你一點 觀點或者是 感情觀上的誤會導致的 或者是 一個女生他根本就沒做什麼 就被你這樣騷擾 就有點像那種感覺 我認為 現在我們這種減居族 也有這種被 霸凌的感覺吧 所以我認為 我們給予歧視這個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行為 導致 我們可以 偶爾 事實上有通理性 我的想法啦 我也有探討過 減居族產生的原因 可能是我們 人體散發的費洛蒙 或者是我們吃進去的 環境荷爾蒙 導致像那種 行為沉淪 就是 不是有個25號宇宙嗎 大家有看那個YouTube 就可以知道25號宇宙是什麼 可以去搜尋一下 又或者是我們傳統大家庭 彼此 互助 關照給予溫暖的行為模式 已經被徹底破壞 好像 從工業化 都市化以來 我們大家庭都慢慢 拆解身為中型或小型家庭 人與人之間就多了 隔閡 與冷漠 那我也 看到一些 內捲 也可能是我們 促成我們躺平 還有 看守狀態的一個 元兇 你可要知道 以前的人 他只要會寫字 認識字 看得懂字 基本上 跟我們現在的碩士博 博士生差不多 當時會寫字 識字的人多少 對啊 你也 當時是 你只要會識字 你什麼額外的技能 都是進職場以後再學的 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 以前的讀書人 朝廷還有官府 都要給予這些讀書人 免去搖曳 免去賦稅 甚至有些還會 給你一些津貼 那現在你會寫字 試字 背書怎麼用 你哪怕身上 滿有技能 但是你只要其中一項技能 沒有達到你 物主心中目標 抱歉 這工作 你沒辦法 去那個老闆的公司上班 你沒辦法 拿到這個offer 對啊 哪怕你的學位 已經讀到碩士博士都沒有用 現在是個 非常競爭的年代 不像 我爸爸那個時候 我爸爸當時 你只要基本上 你讀到一個學位 之後進到公司裡面 那公司可以讓你慢慢學 慢慢的去給你進修 現在不可能 現在都是 你去一個 學 你去Java 當Java工程師 什麼Python 你那些 不僅是基礎的 Python或Java教會 你要進階的 什麼框架 都要學的滾瓜爛手 才能勉強拿到一個 基本底薪加個幾千塊的offer 所以 就是說 讀到碩士博士都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你看你在街上隨便挑幾個人 他最高學 他的高學位 一個人都是什麼 碩士博士 博士後 但我 但你 但我 跟你講啦 這些博士 連在學校裡面 當個講師都是非常困難的 這代表我們學習知識 我們所擁有技能都貶值了 他不再提供給我們成就感 這些知識 這些學位 反而成為我們孤方智商 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面的一個鎖鏈而已 然後我們自己孤方智商 然後就不願意從這中間走出來 所以啊 面對這不管是躺平看守還是 檢居族吧 我不敢說 要各位多多說話 畢竟誰看到這隻檢居族 躺平看守的人都會怕吧 但我希望各位 偶爾能夠傳傳訊息 傳傳紙條 散播一些正能量 說不定吧 我相信 這些檢居族 或是躺平的人 看守的人 他們會看到溫暖 檢居族頹廢嗎 躺平人頹廢嗎 不 我當然沒有 說不定他還可能 因為我們一句話鼓勵 就從他們自己的象牙塔裡面出來了 其實上面有一些所有東西 其實也是我 本人的一些困境 我也是一個 檢居族 類檢居族 我也是個爸寶媽寶 面對的問題 就包含我工作 沒有做什麼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我沒有去過什麼 富有人體工學 非常舒適的辦公室 然後坐在那個辦公室上 一直爽爽的打電腦 沒有 然後我工作每天都轟轟惡惡惡的 然後每天都體力活 每天都要看老闆的面子 我也不喜歡跟我的同事打招呼 因為都覺得他們過得比我爽 然後覺得每天同事都要來騙我錢 但事實上沒有啦 然後我也沒有交過女朋友 也沒有經歷過轟轟烈烈的愛情 也沒有跟別人曖昧 跟別人說30歲以後 我還是大法師 就是一個處男 沒有破處 其實我蠻想破處的 可是 我不願意嫖急 我不願意 隨便找一個人 我想找一個合適的對象 對 同時 簡訊書還有一個特徵啦 就是幾乎沒有人找到借錢 我再說一遍 沒有一個人會找到借錢 這是真的 為什麼 可是你外表長的就是一副窮酸人的樣子 就是窮光蛋的樣子 然後你外表就是已經 你的錢已經被挖光了 然後你現在在打官司 苦瓜臉的樣子 就不會有人在找你借錢 可是你外表就長一副 你爸爸媽媽要養你 要幫你擦身體的樣子 要為你吃飯的樣子 就是一副很可憐的樣子 我覺得我現在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朋友 不管是碩士大學還有 加起來可以聯絡的人 一隻手手指頭 可能都還不到 更不用說一起出門吃飯 公眾的話有些同學有聯繫 我感謝有在跟我聯繫的同學 國小國中的已經老死不想往來 我只有一些知道名字 但是跟他們相處時光 他們人格特質怎麼樣都已經忘光了 甚至於也沒有找我 然後借錢或者是邀請我投資同學 什麼NFT 沒有同學找我做這些事 然後幾乎沒有一位同學或朋友 我同年紀的給我發紅色炸彈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高中 大學然後碩士加起來 總計就只有一隊 一隊他們是班隊 有邀請我去他們的婚宴 其他都沒有 怎麼講我就是已經處於這種低色交狀態 我不用擔心紅色炸彈隨時會炸到我 我又要從我皮包裡面拿出錢來 掏出一疊厚厚的鈔票 我沒有遇過就是說 詐騙 我幾乎 我同學沒有一個來跟我詐騙的 他可能認為我是一個失敗者 Groosers 當然除了我跑去給別人騙以外 我跑去給別人騙的 買爛客 廢路客 反正我這個心理狀態就是這樣 怨天尤人 我只能說 當你吐在一個低社會狀態的時候 就總是在害怕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還會被受騙傷當 所以我就更不願意跟人來往 但這種行為也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對不對 這種行為 你不社會的話 你不了解其他人 你注定就是 草長好被人割 羊毛 長好被別人耗的行為 就是說 等著被耗羊毛吧 等著被割韭菜吧 我曾經被我同事說過 我是個負面發電機 總是狗嘴 突出向陽 也有同事來跟我借錢 跟我尋求幫助 然後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覺得 我當初在想啊 我其實跟你沒有很熟啊 借錢幹嘛 我又不是你幻且兄弟 你也沒有幫助過我什麼 對不對 久而久之 就這種情況下 我現在是沒有什麼人願意 來跟我相處 久而久之 也沒有人願意找到借錢 久而久之 也沒有人願意再跟你講話 我跟大家 講 這個時候就要 如果你有遇到我上述所說的問題 你可能要小心 你可能在被社會淘汰的邊緣啊 說實在 我很對不起我以前教導我的老師 那不凡霸凌我的啊 還有曾經幫助過我的同事 還有教會弟兄姊妹 但有些因素我都不在跟他們來往 我承認你們有曾經伸出手來接觸我 或者是接觸我幫助我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是 回絕了 我認為 就是錯過了 就不會再去吃回頭草 所以我就 不會再跟你講第二句話 對於這些 曾經幫助我的人 我只能說你們不要覺得我 很絕情 有的時候其實我也活得很累 我其實也想擁有一段刻骨銘性的愛情 令人呈現職位 擁有如同首富一般的薪水 但是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現在只要認為人生六十分就夠了 甚至五十分不及格 四十分三十分都可以 每天穿著拉拉踏踏 頭髮也是 百分之九十時間沒有整理 反正 每個人過一天嘛 時間都一樣 富著過窮著過有差別嘛 我沒辦法 我要如何突破這個順境啊 所以我就想著 一些方法 跑到總統車隊面前 跟總統大聲問好 到總統府前面 大聲歡呼 高喊讚美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然後在眾人面前 把自己變成一位小丑 於是乎 我就想在自媒體上拍短片 話狀取寵 逆著社會輿論發表看法 甚至想要錄Podcast 讓大家能夠了解我內心的真實想法 我不怕出醜 我就只怕我被人們遺忘 在我離去的那一天 我不希望沒有人知道我離開了 我的經歷其實就是一個檢舉者的經歷啊 但是我身上還是有自覺的 我知道自己還是需要 藉由人們的幫助活下去 我自己還是要對這個社會有所產出 我還是要發揮我自身的價值去幫助社會 去回饋社會 我不敢說我自己這個人能給社會幫助 不敢稱我自己的付出叫幫助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出點力 能希望有人引導我 我當下其實也是 知道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不能每天都在家裡看那一片 看一些男生女生之間不可描述畫面的影片 我知道我很渴望每天都被像APM裡面那樣的場景 那樣的交流模式被對待 可是那都是我的幻想而已 包含我工作也一樣 我很希望別人來討好我 我很希望別人來讚美我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做啊 空想 我沒有實際去參與APM的印證 我也沒有對我工作 有任何進修或者是精進我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那些都是我幻想而已 沒有人主動來替我報名那些APM的拍攝 我就不可能 得到APM裡面那些我渴望的場景 我 於是出 怎麼講 我現在唯一的方法吧 就是只有拍影片 我拍影片 錄這些聲音的檔案 我拍這些綠腦運行系列 胡言亂女系列 以上就是我打的廣告 感謝各位 我從各方各面 想讓大家知道 我了解世界是怎麼樣 我了解社會是如何的 你可以做這個街頭藝術者 或說我這個瘋子 都可以 縱然 其實這些事也賺不了什麼錢 我沒有賺什麼錢 所有的 所有拍的影片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獨立完成 那 眾上所述 我所做的事 是為什麼呢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訴說我靈陽節 正在活在這個世界中 我正在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我還活著 而且我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討教 如何我在這個世界上能活得更有成就感 如何能讓大家認同我的存在 我一直在這方面 在做努力 我也很努力想在社交方面突破我自己 我也想交一個 真心交流的男性朋友 我也想交個女朋友 有個轟轟烈烈的愛情 但是我總覺得 我走的道路是歪的 沒有 沒有走證過 沒有 希望大家能幫助我 讓我能找到走回社會化的正道上 能夠走到那個正軌吧 真正的方向上 不要有一絲偏離 如果各位有什麼鼓勵的話 或者是有什麼 任何想聊的 想提問的問題 都可以藉由下面的連結 來跟我聯繫 我的YouTube頻道 at sshang 然後我的IG也是差不多 反正說是差不多的 然後 我連結都在下方 歡迎大家來跟我聯繫 我很真誠的跟大家來討教 或者是你願意跟我聊天 或者是想跟我談戀愛 當然是我想太多 或者是 其實我是個攝影師 連結也在YouTube下方 我拍影片本身就是一個攝影星 我也在拍照片 拍公車照片 如果想要互惠攝影 想要合作 拍任何影片都可以 也可以到我的IG 或者是我YouTube上面 跟我做聯繫 或者是留言 我總是想要發揮 我在社會上的一點價值 縱然我做的事 算不上貢獻 就算我做的事 算不上貢獻 我也算是一種警惕吧 就算真的不是什麼正面的事 也算是一個反面教材吧 我期待各位觀眾 或者是聽眾的來信 謝謝各位的收聽 大家晚安